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吃什么啊 你就要跟着吃什么了呗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 吃多少 好了 今天的video有一点特别 今天我们要做的呢 就好像其他的youtuber 马来西亚的youtuber 做的一些内容啦 今天要讲的内容比较特别 今天呢 我就来到一个 非常普遍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什么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麦当劳啦 OK 那么今天呢 为什么要来到麦当劳呢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计划 就是我想要go thru它的这个drive thru 前面的车order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跟着repeat那个order 那么呢 现在时间是2点9个字啦 午餐时间也过了 现在应该算是tea time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经过这个drive thru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 few moments later 除了这两支ice cream之外 前面那辆车啊,其实是 order了两个happy meal 快乐儿童套餐 这两个happy meal里面呢 有炸鸡啦,有汉堡啦 有两个薯条啦 当然有两个玩具啦 还有两杯水 那么其实我个人呢 我吃这个麦当劳的薯条呢 我都是不放盐的 No salt的,但是呢 因为这次的挑战 前面的车order什么 我就要跟着order什么呢 前面的车的薯条是普通的薯条 也就是讲说 是有盐的,所以 我就没有这么喜欢啦 那么我一个人要吃两个happy meal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问题是他又多了两支 这个ice cream啊 这个sunday corn 结果雪糕给了在麦当劳旁边 等接单的送餐哥哥吃啦 那么从这个简单的这个麦当劳 前面order什么 我就order什么的这个挑战中啦 我们到底学到什么东西 毕竟这个频道是保险之多少嘛 所以要讲一点点保险的这个知识啦 别人买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 如果今天我是不吃牛肉的话 刚刚那个happy meal里面的这个cheese burger 我就吃不到了 还有这个薯条有放盐的 我个人本身没有这么喜欢 保险也是一样 不是讲说哦我的朋友哦 他买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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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就是要跟着买这样子的 哦我的父母叫我买这样子这样子 这样子的我就要跟着买这样子的 我的同事啊我的老板啊我的邻居啊 我的标哥啊买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 我就要买这样子的 不同的人呢有着不同的风险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 当然最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budget 不是每一个人都付得起这么高的保费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高的保障 所以买保险呢都是要依自己个人的需求 打个比方你的这个风险 你有什么风险 你是单身 你是这个已婚 有没有孩子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有没有之前的一些病例 你的家里人有没有一些病例 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考量在你自己的风险里面的 不是讲说别人哦 有这个三个million的医药卡 我一定要有 哦别人呢有买个人医万险 我一定要有 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都是呢要看自己的风险 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来评估 然后呢才能够做出一个量身 定造的一个保险保障给自己还有给家人 当然今天如果你是agent的呢 你一开始可能你会卖配套 打个比方 我的package一定是有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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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没有错 一个人如果他是没有买过保险的 可能他就必须要买一个人寿啊 严重疾病啊医药卡啊这个免付保费啊 个人意外啊等等 但是呢也是要看保克自己本身的风险 保克自己本身的经济能力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人的话呢 就请你按赞订阅分享我的youtube频道 不要忘记去一下我的facebook page like一like 因为我会在不定时的时候呢放上重要的保险资料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再见 本节目 熊 好